鸡肉的外皮算上糖水 再反复淋油 师傅老练的掌控油温 让炸过的鸡皮油亮光丽 一入口咔嚓咔嚓响 口腔中弥漫着炸鸡芳香 这道就是名人坊神厨 富哥传承的脆皮炸子鸡 那广东菜的炸鸡 大家都知道皮还是肉汁的够味 就是味道都很好 所以我们这边炸鸡也是很受欢迎 位于台中的这家名人坊餐厅 可是大有来头 几年前汉莱美食集团 引进不断摘新的香港名人坊 也成为汉莱旗下最高档的餐厅 在香港的名人坊是两颗心的餐厅 是很有名 希望就是更多的人可以 不用去到香港就可以吃到富哥的料理 都大部分都常客 像有些菜有限量的一早就被订光了 许多涛客来这里为的就是异常 有饮食厨神美玉富哥的菜 很多客人来这里也是慕名来吃这个凤蜜 富哥是首创把燕窝酿在鸡翅房里面 这道燕窝酿凤翅是名人坊的必杀祭 是富哥的私房料理 他在鸡翅内塞入以鸡高汤煨煮的燕窝 淋麦芽糖水风干后再用油炸到金黄酥脆 吃的时候可以吃到酥脆的皮以及软Q的燕窝馅 还有这道古椒炒肚尖用的是猪肚最细嫩的部位 快炒后吃起来的口感深脆有如像拔棒 在舌上弹跳几下就入喉 富哥的炒饭招牌虾脚黄的也是涛客的最爱 他的炒饭就是跟外面的不太一样 就是很松又很香然后很可口 对然后就是很多那个新鲜的香 一般有些像我们吃过的就是大戏啊 有的会比较油腻或者比较腻一点 可是他们其实带出来的口味上都会比较清爽 接近比较道地一点的香港的味道 这里的服务生也是一流的哦 服务生心中都有客人好物的笔记本 熟记熟刻喜欢的味道 这次米其林评鉴把台中纳入 他们乐观齐成 米其林在每个城市 办都会带动当地的餐饮 是一件好事 然后把餐饮的水准也会往上提升 对于灾心 天交可是志在必得 动新闻台中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